哈喽各位爱玉东资讯的好朋友们大家好 相信大家都听过深蹲这个动作 那去年呢应该有一些朋友跟着我们一起做了深蹲的基本徒手动作训练 那今天我们特地邀请到体育署中级国民体制的指导员 同时也是武士健身中心的负责人 阿童教练来跟我们做更进一步的分享 欢迎阿童教练 大家好 各位爱玉东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阿童教练 那今天呢我们要先请阿童教练帮我们介绍一下 深蹲这个动作对我们到底有什么好处 OK 深蹲这个动作其实是在健身这个训练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动作 它会启动到我们身体非常多的肌肉群去同时参与它 那它的主要当然是针对着我们的下肢股四头跟豚大肌的训练 那我们的背部它在训练过程中它是必须保持稳定 好 所以我们在训练上我们会慢慢的去增加阻力去做这个训练 没错 教练讲到重点 我们今天就是要帮大家level up 就是如果你已经徒手深蹲已经做得不错了 那要增加一些强度让自己变得更进步的话 请你务必要继续认真看接下来的单元 但是在单元开始之前呢我们要特别再请教练帮我们提醒一下 我们常常看到或者是说教练你在指导的时候 最容易看到做错的动作模式是什么帮我们做个提醒 OK 好 那这个深蹲动作它主要是 宽关节膝关节跟踝关节三关节的一个动作 那我们比较常遇到的都是以这个膝关节做主导 好 所以它在蹲的时候它会实现启动它的膝关节 好 所以它的膝盖会有比别人还要更多的压力 好 那再来就是第二个是膝盖会内扣的问题 好 那会是它的臀部的稳定不够 造成它的膝盖有过度的压力 那再来就是它的核心力量不够 所以它的背没有办法打直 所以它在腹中的时候会让身体有很多脊椎伤的不舒服 那其实很多年轻朋友在做蹲的时候 都会希望那个重量越重越好 那关于这一点教练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提醒的部分 OK 那其实在重量这个部分我们主要是要依照你训练的目标 好 你想要增加的是你的肌耐力 你的这个训练的复合强度大概是在60到70%左右 好 那如果你是要增加所谓的那个肌肥大 那它大概要在75%到85%之间 好 那如果你是要激励它就是在85%到这个也许到100%都可以 其实不管是重量多重应该是正确的动作模式 是建立的最最最最重要的一个基础 对不对 那各位Ivy Nome的好朋友们 请继续跟着教练动死动 接下来我们就要请教练帮我们示范今天的动作啰 OK 那我们我们的一个正确动作到底要怎么做呢 首先我们要先知道我们的双脚的脚跟必须跟我们的腋下线是垂直的 然后膝盖跟脚趾头再带到我们的这个喀前上级它是同一条直线 所以我们在蹲的时候是从宽去启动带到膝盖带到肺关节的去去 好 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上背保持打直 那我们的从颈椎到整个腰椎到胸椎都是稳定的 好 下去的时候鼻子吸气嘴巴慢慢的吸气下来 好 稳定身体之后上来做吐气 好 回到动力位置上 好 往下的时候鼻子吸气 好 往上的时候吐气 好 往上的时候吐气 身体保持稳定下去的时候 臀部启动 膝盖做曲曲 好 保持身体的重力 好 配合你的呼吸鼻子吸气下 好 保持稳定上来吐气 好 这就是一个正确的深蹲的示板动作 OK 那我们要进入到第一个负重深蹲动作 我们选择的是狐狸 好 那狐狸它会有重量之分 好 那基本上它也会以颜色去做区隔 好 那我身后的这个是粉红色 这是女生比较适用的狐狸 那男生基本的标准是在16公斤 好 但是当你在执行动作的时候 也是要量力而为 如果你现在目前还没有办法做到16公斤 你可以降阶去做比较轻的 把身体的能力培养起来之后 我们再慢慢把重量往上加 好 那我们第一个示范呢 是狐狸的这个所谓高脚背深蹲 那我们抓握的方式有很多种 那我会示范两种抓握的方式 好 那第一个我们在做的时候 是记得把狐狸抓好之后 把背打直往上拉起来的时候 把手夹起来 好 让手是稳定的 好 那在执行过程中 狐狸是不会离开身体的 好 往下的时候一样保持吸气 好 控制好稳定 上来吐气 好 下吸气 好 上来吐气 好 往下吸气 好 上来吐气 好 做完的时候 你可以保持身体的稳定 好啦 放下来 这是第一种抓握的方法 那第二种方法 我们会比一个7 好 那做的时候 你的双手抓握在这个狐狸的脚上 两只手保持抓住之后 把它抬起来 好 这是第二种方法 好 往下的时候一样吸气 好 一样注意到手肘 不会往外开 往下吸 好 上来吐 往下吸 上来吐 好 做完的时候 要把它放下来 把背打直往下放 好 这就是负重的狐狸深蹲的方式 OK 我们下一个要进入到的是这个雅铃的深蹲动作 好 那等一下我们使用到的是 会有三个雅铃跟双个雅铃的一个动作方式 好 那我们等一下先使用第一个 单边的雅铃我们可以使用的跟湖鼎很像 它就是一个高脚背的雅铃的动作 好 所以一样手肘是靠近的 那雅铃靠近这个胸骨的位置 好 往下的时候一样是吸气 好 往上的时候一样是吐气 好 那在执行动作的过程中 你要保持身体的稳定之外 还有你的呼吸的调配 好 那在做的时候这个重量的选择 也是量力而为 好 下吸气 上吐气 好 这是雅铃的高脚背全蹲的方式 那等一下我们会示范的是一次两个雅铃 怎么去做这个使用 好 那我们拿的时候 会把雅铃拿起来往上 放在我们的肩膀上面 好 那在执行动作的过程中 一样保持这个手背不要外展 好 还是垂直的 雅铃跟手肘在同一个之间上 好 往下的时候一样吸气 上吐气 吸 上吐气 吸 上吐气 OK 那记得在做的时候下背 脊椎保持稳定 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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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就是我们的这个深蹲的动作 好 那在蹲的时候 記得要以你身体能够去 負荷的重量去选择 好 不要用太重 那你的身体可能会保持不了脊椎的稳定 造成更多这个身体的受伤状况 好 OK 那接下来我们要示范的是最后一个叫做 杠领的深蹲的教学 好 那我们等下在进到这个杠之前 我们要抓一下我们这个要抓杠的位置 大概是留一个大拇指的地方 好 那走进来的时候 把杠确实的放在我们的背上 保持身体的稳定 那手腕手肘保持直立 那吸一口气之后把身体稳定住 吐气上来 好 那往后走的时候我们双脚打开 大概跟肩膀差不多快 好 脚尖打开10到15度 好 下蹲的时候一样从宽举起动 带到膝盖 身体保持直立往下走 好 上来的时候一样吐气 回到身体中立位置上 好 往下吸气 好 往上吐气 好 下吸 好 记得在直行动作过程中 我们的膝盖 脚尖都是保持稳定 上来吐气 好 做完的时候往前走 好 把杠放在架子上之后 再往后退出来 好 这样就是一个完成的动作 OK 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示范的 三种负重深蹲的方式 好 那你可以选择 你可以比较容易操作 那选择你比较容易取得器材的操作方法 好 那不管是用哪一个操作方法 记得要保持身体的稳定 还有在执行动作的时候 这些我们提到的 关于安全上的规范 好 那也祝各位在训练上 可以越来越超自己的目标前进 今天的动作都学会了吗 别忘了正确的动作模式非常重要 要做对动作才能让你训练到对的肌群 也会避免掉很多的运动伤害 那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阿童教练 爱运动 体能教室 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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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